吉巴罗号称世界上最魅惑的女妖 每当出现时身上必然挂满金色铠甲和价值连城的珠宝 她曼妙的五字能瞬间将男人迷惑得神魂颠倒 她那几句穿透力的嗓音更是让士兵们头痛欲裂无法承受 随着女妖的肢体在水中摆动得越来越快 岸上的士兵突然之间就失去理智 他们拔起长刀朝着女妖的方向就冲了滚 但凡挡住去路的人他都会将其疯狂砍杀 一时之间士兵们奋不顾身的全都跳入水中 他们在水里疯狂地砍杀着身边的棚板 甚至骑上战马也要朝着女妖的方向疯狂游去 直到在场所有士兵包括战马全都坠入那无尽深渊 女妖这才逐渐停下了她那妖娆的舞姿 刹那之间鲜红的血水就染红了整个湖泊 远远望去就像是一颗被利刃刺穿的心脏 然而就当女妖以为现场士兵无意生还的时候 她却发现岸上竟然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女妖见状连忙朝着男人发出阵阵嘶吼 可岸上的男人却依旧无动于衷 纵使她拼尽全身力气再次尝试将男人朝着这边用力拉扯 但男人依旧还是不为所动 要知道几千年来她在这片水域之中从未失守 而这一突发状况彻底让女妖陷入自闭 她以为自己失去了本该有的魅力 于是便立刻消失在了湖泊之中 从这一刻开始 她便对眼前这个神奇的男人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 直到男人发现了身边的异常 她这才拔出长剑准备防御 但心中那无尽的恐惧让男人不得不转身撒腿就跑 她一路狂奔找到了自己的战马 比起那满是黄金的湖泊而言还是活命要紧 由于男人心里过于慌张 以至于骑马的过程中没有看清前方道路 她直接被横在森林中央的大树给当场安倒 当男人从昏迷之中苏醒过来 这才发现自己的战马已然被卡在大树之间动弹不得 无奈之下男人也只能拿着抢来的毯子徒步回家 她本以为走了这么远的路程兴许能够安全一些 于是男人走到河边洗了把脸 然后倚靠在枯树一旁就这样安然睡去 殊不知这天晚上女妖顺着小河就找了过来 趁着男人熟睡之际她悄悄地朝着这边慢慢靠近 奇怪的是这次她并没有对男人发起攻击 而是静静地端向着眼前这个奇怪的男人 直到第二天男人从睡梦中醒来 她这才发现满身珠宝的女妖竟然就睡在自己身旁 那一瞬间两人四目相对不知道对方心里究竟在做何打算 男人见她要逃走便赶紧用手去抓 可却被女妖那锋利的灵天给划伤了手 男人忍住剧痛将灵天给拔了出来 这才发现这竟然全是黄金 此刻她脸上原本惊恐的表情瞬间被贪婪所取代 眼看女妖并没有走远 而是一脸娇羞地站在瀑布下方不停地看着她 男人赶紧追上前去 她现在已经顾不上对方到底是人是妖 虽然男人行动很慢 但女妖却一直在瀑布中央等待着她 男人将宝剑插在地上 不顾那滔天河水朝着女妖的方向慢慢爬去 女妖健壮也为男人跳起了美丽的舞蹈 她妖娃的身姿不断诱惑着男人的身体 而在男人眼中看到的却是那不断扭动的巨额财富 她顺手拔掉一颗宝石 虽然女妖次次冒险 但她却并未察觉 女妖不自觉地亲吻男人 可她那香满珠宝的嘴唇里面竟然是一排排锋利的尖牙 只是那一下便让男人满嘴冒险 即便这样女妖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男人想推去无论如何都推不开 谁知女妖越来越兴奋 男人趁此机会将沉沦的女妖反转过来 而下一秒 男人的目的达成了 她将女妖身上的黄金一片片地包下 随着黄金越来越多 男人的表情也逐渐开始变得扭曲 她的行为逐渐开始变得愈加疯狂 直到那零碎的黄金洒满了整个事态 她不知自己到底忙了多久 直到女妖的黄金脸都被扒了下来 男人这才欣然作罢 她将那个已经没用的女妖给推下悬崖 然后独自扛着满满的一袋黄金 离开了这个诡异的地方 随着河水的不断冲刷 女妖的血液开始在河流中不断蔓延 那鲜红的血液再次染红了湖泊 与上次不同的则是血液将整片湖泊全都变成了鲜红色 可男人却对此毫不关心 她只知道黄金能给自己带来无尽的荣华富贵 也许是背上的黄金珠宝过于沉重 这让男人的行进速度变得无比缓慢 殊不知女妖的血液随着河流冲向了森林中的每一条水源 疲惫不堪的骑士泪倒在了小河边 她赶紧捧起河水开始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直到她看清了河水的颜色这才贪软地坐在地上 然而万万没想到 仅仅是刚才那几口血泉 竟然将她从小适从的那双耳朵给彻底治愈 男人背着突然袭来的各种声音吓得赶紧捂上耳朵 她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宝剑 想将那些发出声响的东西全部都给斩断 随着她慢慢适应了有声音的环境 男人由惊恐逐渐开始变得无比兴奋 如今不仅得到了巨额财富 还治好了自己多年的丸疾 虽然战友全都遇难 但这也能让自己直接顶替将军的位置升官发财 可谁知这时女妖却突然浴血重生 她看着自己那伤痕累累的身体 无尽的委屈与痛苦让她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恢复听力的男人也顿时发现了自己亲手毁掉的女妖 这一刻两人再次四目相对 女妖朝着男人发出了真正怒吼 而这一刻的男人不再拥有免疫女妖捕获的能力 她变得和死去的战友一模一样 女妖的每一次尖叫都令她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朝着湖泊中央慢慢走去 最终她也没能逃得过和战友相同的命运 慢慢地沉到了那满是黄金和尸首的湖底 这个故事到最后并没有真正的赢家 剧中每个人都失去了自己的一切 无论是魅惑的女妖还是贪婪的士兵 那么你知道这部影片真正的隐喻到底是什么吗